没什么好说的就给大家挂了 向劳工表达道歉 终由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企划设施统包工程 爆出劳资争议 下游厂商因屡次拖欠薪资 造成工班员工生活困扰 每次拖欠薪水的时候 他不会当面跟我们说 都是时间到了 委托别人来跟我们说 然后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回应 员工远从台东北上谋生 即使生活简约 但租金车贷等生活经济压力 还是随着拖欠的薪资接踵而来 9号早上立委协调 发现狂涨的资财成本 就是厂商难以支付薪资的主因 工程主管的中油公司表示 目前以研议工程物价调整机制 缓解厂商负担 同时保障员工薪资 相对的 当然中油给了中顶的物条 那中顶应该是要把一些东西 就是一些物条的回馈的一些东西 要用在这些厂商的身上 那我们也会督促中顶 是照这样去做执行 所以今天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协调会 顺便让中顶或中油 长官知道说 工区的承包商有这样一个状况 是不是能够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协助 这也是一个好事 而为了避免劳资纠纷再度重演 立委政天才表示 将针对物价问题与公共工程委员会协调沟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应该怎么样去增加相关的这些预算兼备 不要让这个事业机构 这些厂商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们受到很大影响 间接的也会影响到这些最基层的劳工 虽然在协调会前 厂商已紧急将拖欠薪资 汇入员工账户 但事件爆发不仅影响员工对厂商信任 双方的尴尬处境 也让族人职涯的下一步充满未知 原始新闻 OSPA渡桃源观音采访报道